那有这机会跟大家报告 这个我们的这个班的这个 入班续支这样哦 那后学先share这个screen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入班续支 这个资料 好大家看到吗 OK好 那这就是我们主要这个全球礼仪 集训班的这个入班续支 那第一点 那就是我们最主要的这一点就是 要在座各位家人 就是要穿着这个端装整齐的 从政标准制服 那到底什么是从政标准制服呢 后学这里放两个非常帅气 很漂亮的照片 那前道呢 前道就指男生的意思 那空道就是指女生的意思 那前道呢 我们穿白色的这个上衣 这个游领的这个衬衫 配上我们从政的这个领带 这就是我们前道这个标准制服 还有就是我们深色的这个裤子 你可以是全黑或者深蓝色都可以 就是我们标准的前道制服 那空道呢 就是这个白色的上衣 还有这个女生呢 我们称为舅舅 这就是我们空道的从政标准制服 所以请问大家 你们已经准备好这个制服了吗 好 如果还没没关系 你还有时间去 可以去询问你的老师 或者成全你来上课的那个负责人 和他说你还没有准备好这个衣服 那请他准备给您 OK 那如果准备好了 那恭喜你 你已经为这个课程准备提前的一步 非常棒给这个掌声好不好 好 这就是我们主要的从政标准制服 好 再来那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的两天的班呢 都是要请您就是要八点上线 OK 八点上线 那因为我们都是鼓励提早嘛 我们都会提前 比如说我们出去有谈顾客啊 还是去上课啊 我们都会提前到嘛 上课是七点 我们肯定会六点半提前到学校 或者到公司 那一样的我们在这里呢 也是鼓励各位家人 各位前线 我们可以提前15分钟 OK 因为毕竟大家像我们在家上课嘛 我们不需要到那个现场 所以我们提前15分钟 应该没问题吧 那这个提前15分钟是要做什么呢 就是为了预留一点点的时间 小部分的时间给自己 给大家一个缓和 因为为什么 有时候可能 天算或者命算 有时一些 一些硬件上问题 比如说你电脑啊 电话啊 还是网络啊 出现小问题 它咔嚓还是 connect不到这个 connect不到那个 所以导致会耽误你 可能不能准时 八点准时上课 所以我们就给自己 提前15分钟来上线 去准备这些不必要的麻烦 OK 这样子有问题吗 好 没有问题 那我们来第三点 那刚刚 我们的停转 也是有分享的嘛 就是这个两天的班 是一个给自己一个 心灵层次 进阶提升的机会 那一样呢 我们在上课前 也先把自己的心 沉淀下来 那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把心沉淀 我们才能把这个 上天最好的这个声音 学习 就收在我们自己的 这个墨水当中 让你可以保持个 学习状态 OK 好 在第四点 那我们上课中呢 请大家 在我们屏幕前面 就是要做好 嗯 就是好像我们的老师 还有各位 我们的前学 好像后学 让我们就端生正义 坐在荧幕前面 那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你做直 端生做直 就可以间接让你提起精神 那人一精神 才能可以保持一个积极 两个学习状态嘛 对不对 好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做好哦 那再来第五点呢 就是刚刚我们的 音桌也是有说到了 就是大家可以提前准备一些笔记本啊 笔啊 文具啊 就是方便你在课程当中 你觉得哎 这个老师分享的快 很有效 可以帮到候选 你就可以记录 那这个就是记录 人一记录呢 就可以实时刻提醒自己 提升自己的这个潜意识 和这个记忆力哦 那才是真正的学习了 到这个我们上方啊 还是先方 还是老师分享的这个 内容给大家这样 OK 好 再来第六点呢 就是在报名后呢 我们会请这个家人 就是我们在这几天 今天呢 也好 或者明天也好 大家可以先把你手机 或者你电脑 或者你的tablet 先导入这个zoom的app 这个zoom的app 那为什么呢 就是要再把你这个上课过程呢 可以导入一个良好的这个状态 因为如果你自己是用电脑 你是用website的zoom呢 可能他网络断呢 他可能不会自己reconnect回去 要你要重新上过website打zoom 要重新打ip 就比较麻烦 所以如果你有zoomapp 他至少断线的时候 touch load 我们不要断线啦 如果断线呢 他有这个功能 只要你一连回网络 他会automatic reconnect 回去那个zoom 这样子你就可以继续那个课程 这样大家有问题吗 就是事先先导入好这个zoom的app 好 然后呢 导入zoom的app呢 我们现在就是讲这个 大家这个名字的这个方式 那我们会把大家的名字的输入的这个格式 就是以这样的形式 就是你的华语姓名 再加马来几区 例如 黄晓宁 马来领域区 OK 那大家现在可以看看 我们的这个 你们看可以我们的这个participants的这个名字 大家可以一直看到 诶 名字都是非常统一 很整齐 很一个文化的感觉 就是诶 名字在前面 后面就是马来领域区 OK 那就是大家 我们就是一个很有 很有 团队 很有水准的一个团队文化嘛 所以我们就是要统一这样子 做了一个标准的一个准则 OK 好 那后学再继续 OK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后学提到 就建议您使用电脑 或者平板电脑 就是你的pad ipad tablet 什么华为 什么牌子都好 OK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呢 也方便你学习 一个很好的 方便你去学习做笔记 因为手机的screen 大家知道 手机maximum也是 那个screen OK 就是那个size so如果长时间对着这么小的荧幕散客 大家的眼睛都会很疲劳 那就间接影响你的散客状态 所以我们建议您使用电脑或者平板 这样子你就比较在一个舒适状态 眼睛没有这么吃力 OK 好 那第八点呢 就是请大家在星期五晚上 睡一觉前 我们就先把你的电脑 还有平板电脑 还有手机 提早充电 OK 那以免避免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突然间你忘记charge 可能你要临时charge 那个charge的速度跟你消耗的速度 它来不及 它不能afford so就影响你上课的这个状态了 so我们就提前 晚上睡前提自己 哎呀 要charge好所有的电 OK 好 那再来第九点就是 我们在上课前呢 就是等等或者今晚或者明晚可以先确保你的电脑的麦克风啊 的麦克风啊 的screen啊 的cam啊 是可以正常运作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确保你在一个 呃 就是可以让你在一个高质量水平这样子 这样子可以配合我们课程上 这样子好像我们跟大家互动聊天啊 连你说话 你的麦克风可以讲话 不然你讲不到话 你舒适就憋在心里 闷闷不乐啊 就不舒服 所以我们有要有感而发 对不对 啊 OK 所以确保大家的这个麦克风啊 这个cam啊 是可以运作的 好 再来第十点 OK 那为了让我们课程呢 就是很顺利进行 那我们的讲师 我们的老师都非常 呃 非常的努力 就是跟大家准备了很多一系列非常精彩的课程 那 大家也非常希望吸收一些很好的内容 学习到更棒的知识嘛 那为了让整个学习过程可以顺利的进行 那我们在老师 或者上方在分享课程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开麦克风 我们就按静音 OK 这样子就 呃 让整个分享课程可以顺利的进行 OK 那直到我们的老师 除非要老师cue你 他要问你问题啊 还是跟你互动啊 他指示你开麦克风 你就开你麦克风 和我们互动 来回答这样 这样子明白吗 OK 那再来就是 如果在你呃 情况不允许之下 我们 我们可以的话 就我们把全程 你这个镜头就开住 好 开着你镜头 呃 家庭可能人成员比较多的时候 会发来 诶我今天要煮什么啊 那这个时间就耽误你 可能后续的这个上课时间 所以我们就可能提前先规划好 诶 你们五两天的午餐是吃什么 这样子可以省掉你去想的时间 就可以马上一下课 就去准备 让大家明白吗 那讲到这个午餐呢 呃 我们鼓励就是这两天班呢 我们鼓励大家 我们两天的六餐 每一天的早午晚餐 所以总的六餐嘛 我们建议大家 鼓励大家 我们享用素食好吗 OK 那为什么呢 因为素食呢 可以间接把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那我们心平静好了 也容易去吸收上天 要给我们的这些善知识 让你可以在两天的过程 两天的班 两天的这个 呃 学习这个 呃 状态呢 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你可以学习到非常快乐 OK吗 好 那最后就是 哎 还没最后 就是第13点 OK 那为了让您 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 可以呃 更好的去学习 那如果你家里有孩子啊 还是有一些呃 比较小的孩子 baby啊 还是什么 可以先呃 先之前规号 安排好 就请别人照顾 还是怎么样 因为可能大家也不想呃 被打扰嘛 对 你在学习的时候很积极 在抄笔记 在听呃 分享故事的时候 突然间 有人打扰你 也是会呃 那个学习模式会被干扰到 就不好了 OK 好 在第14点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啊 或者有突发状况 有事情要离开的话 那请 请您主动去联系呃 呃 带你来的 那个负责人 承许你来上课的 或者那个老师 去告诉他 你有这个事情 去报备 给他知道一下 那方便我们去做呃 后续的这样子 去联络你 去关心你 OK 好 那最后就是 如果你在公堂 或者在家里 有按这个先天佛堂的话 那我们也鼓励大家 我们烧香后 可以延香 那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 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让自己的祖先 有这机会 一起来和你 一起来聆听 上天的那个声音 OK 好 那到这里 后学这个 跟大家分享 这个路班须知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 好